近日在羅蘭崗傳出一起汽車著火的意外 起因是一名華裔女子因為車子沒電 請朋友幫忙充電 但因為正負及接錯 導致汽車著火因而報廢 求車專家表示 如果遇到車子沒電 最好撥打道路救援 如Triple A等專業人士來協助 以免發生意外 這個Jumper cable就是正的夾正的 然後負的夾 負的 然後 這邊這部車子盡量讓它發動 所以就是電力多一點 假如說真的是完全它的電都死 就是說都用光的話 一點電都沒有 就最好讓發動的車去充這個電 充個十幾二十分鐘 通常大部分車子上都有一個 它一個正就是一個 紅色的一個正 然後負的話 通常就是完全是黑色的 我們通常是 這邊就是好的車接一個正 你就先接一個全部是接正 正極 然後這邊你再去接它負極 就負極 所以你這個線不會說在地上 然後兩個碰在一起 建議都是 就是叫像Triple A 那些Auto Club來幫你做 因為有些很新的車 你萬一不小心 兩個街頭碰在一起 會 就是說 一個它就是會變成一個 什麼線路會燒壞掉啊那些的 銀海修車廠Kavinlu先生 除了講解如何正確的車子接電步驟外 也分享了換輪胎的主意事項 第一點你就是要在 先把車子慢慢停下來 停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你不能就是在大馬路上就停在 直接在大馬路上 或者非常危險 然後第二點就是 車子停下來以後 你就先把 就是說你的那個 手煞車把它拉起來 然後把那個緊急燈開開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車子 後面通常都 基本上每個車都有一套工具給你 然後你就把那套工具拿出來 先把四個輪胎的螺絲 就輪胎的輪胎上面的 它那個我們叫Lugna 它的輪胎螺絲先把它轉鬆 然後再把車架起來 然後裝回去就是我們這樣反的 不論是車子接電 或者是更換輪胎 民眾都應該多加留意 以避免意外發生 中旺電視採訪報導 大部分電腦這樣時高時低